面对什么样的恶癖 啥呀 第一条就笑 好 第一条 邓伦天天跑去当半老 哪有时间认真拍电影 这电影的质量能保证吗 第一 我没有拍戏的时候去当半老 第二 我回去给我的发小当半老 说明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有情有义的人就能拍好电影 有点紧张 别怕 别怕 第二个 邓伦怎么一个大男子汉 胆子这么小 是不是装的 因为我是一个大男子汉 但是大男子汉也有他脆弱的一个点 对 可能正好碰上我那个点 又让你们发现了 我觉得那不是胆小 我自己会认为我自己很可爱 我们也这么觉得 我们也觉得 我们也这么觉得 你三个 邓伦是不是演戏不行了 开始走综艺咖的路线了 谁说我不会演戏了 12月25号去看阴阳师 你就知道邓伦到底会不会演戏了 好 好 这事还蛮有意思的 哎呀 哇